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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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千了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PRV的GTS耐久積分賽 第四站在東京高速公路中央外環線 上一段的時候最後進了PR 暫時落到最尾巴 經過兩分鐘左右跟上威斯里 一下就超過去了 威斯里這個時候進了PR 同時我也進了PR 又大概過了兩分鐘 威斯里跟我碰在一起 畢竟是前後進PR的 跑這一關啊 速度快 體力耗著也快 我還有印象當時 大概這時候吧 我就有已經差不多 累了 威斯里來的時候 直接放慢讓他過 這關太可怕了 一直重複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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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動畫裡面那樣 跑一整個晚上 很瘋狂 他的手都是鋼鐵做的嗎 回到前面 好像在 購 Card 經過了好幾分鐘 還是差不多 距離再跑 沒有拉近 也沒有拉遠 大概就是維持了一個 有壓力的距離 這兩位都還沒有進站 這兩位都還沒有進站 早好進站了 大概要再跟上來也不困難了吧 我剛剛好像看到Jay喔 真的假的 這麼快已經縮減要進站一次的時間了嗎 有些鏡頭可以看到Jay的聲音 跟聽到Jay的聲音 來囉 想看的步驟似乎有一點點下降 可能跟輪胎磨損有關係啦 已經快要過半個小時了 這樣不斷了高速右轉 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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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胎消耗非常快 終於咬到了 一樣還沒進站的渡邊 同樣有輪胎消耗的問題 還沒進站的渡邊 同樣有輪胎消耗的問題 終於咬到了 一樣還沒進站的渡邊 一樣是比這塊單圈快了 大概0.8左右 空腳沒有什麼變 所以代表是渡邊慢下來了 我想都滑了一下 是不是該進站啦 這一站撐45分鐘 或許不是很好選擇喔 剛剛那個打滑好不容易縮減的 距離又拉開了 換過輪胎的Jay 持續的接近 現在圈數已經來到22圈 渡邊室有點失控 翔哥撐這個機會 奪得第4名 趕快別撐啦 該進站啦 這已經重回集團 這已經重回集團 這個速度非常可怕 渡邊前幾圈 14...15... 甚至到16 所以真的慢了下來 不可能就這樣放棄 還是緊咬著翔哥的渡邊 這時候就看誰先失誤啦 誰先敗給輪胎 在這晚 渡邊試圖從內陷 超微擦撞了 翔哥 翔哥磨出了一片火花 不過渡邊沒有超車成功 也有可能是 放棄這次超車 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超過去就要被扣分了 經過了將近半個小時 一樣是三台車連在一起的情況 已經看得有點麻痺了 渡邊站住了內線 在第1個彎 超車成功 翔哥摸到牆壁 這裡想要撐這個機會 稍微浮上來一點點 稍微浮上來一點點 但又被追回去 這時候就是要靠 車子的加速能力了 最後想跟摩著牆 被我當第6名 ROCKY近戰 和剛好的30分鐘 進第1次戰 跟上一場一樣完美啊 這三位咧 這人應該不會進戰 翔哥亂渡邊 在這邊 依舊順不進去 這已經瞄準渡邊了 在這邊 在這邊偷出這月酒 終於有力 浪費這裡的輪胎 看看沒有辦法取得心態的優勢 天草也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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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我們還在這幾個月 發生了 進入BIT 渡邊還是持續撐著 這一程東超車 除了BIT的小哥 在威斯林前面一點點 已經被J超車渡邊 現在應該沒有什麼理由不進站 在威斯辚里面 阿姨 周得保護 才經過半小時,已經26圈了 非常奇不是要跑到70幾圈 渡邊也進站了 躲這個一圈 出戰後的渡邊,落到翔哥的後面 非常可惜 這兩個差不多速度的車手 暈上一場,他們兩個都已經用完預算了 這一場,車子的塗裝又回來了 我還是繼續生鏽 有 換過新鱗台之後 這邊的速度的時候回來很多 距離已經漸漸縮短 跑出來一個最佳 紫色的話全場最佳 區段的 目前單位成績是他自己最佳 憑著這個氣勢 一口氣 咬住翔哥 然後從內線就這樣跳過去了 這是一個秒殺的概念嗎 翔哥能躲在前面的位置嗎 我記得到最後一名了 好可憐啊 翔哥企圖從內線進攻 但沒有成功 反而自己磨牆了 啊 好可憐啊 翔哥企圖從內線進攻 但是沒有成功 反而自己磨牆了 好可憐啊 我記錄到最後一名了 嗯 剛剛 一路靠星牌追上來的這 現在 被毒邊咬到了 好可憐啊 欸這又進戰 又進戰 好活 怎麼這麼特殊 那我們這場的第二部分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那我們這集就這樣 下一集再見 掰掰